美国有民众带爱猫到黄石公园露营 结果猫咪突然不见了 两个月之后发现了猫咪 距离失踪地点相距超过1000公里 北加州罗斯维尔这位小姐 今年7月间发现有只猫咪 躲在排水沟内 爱丽克斯回去准备些食物和水 要给猫咪 一旦我开了那一盘 他就摸起头 他就认识了声音 爱丽克斯将猫咪送交 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由于猫咪身上有植物晶片 8月份联络上了主人 从4月到3月份 我们失去电话 我没有想到什么事 原来6月初 苏珊一家带着名叫彩虹的猫咪 到怀俄明州的黄石公园露营 途中彩虹受到惊吓 消失得无影无踪 被发现时 是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北加州 失踪地点和被发现地点 相距近一千三百公里 彩虹是怎么办到的 恐怕永远都是一个谜 刘永伟编译 谢谢大家